这个男孩因为不答应女孩的求婚 对方竟拿起小刀朝他冲了过去 得不到就毁掉 真是太可怕了 曾经少年为了挽救自杀少女撒下一个弥天大火 说自己喜欢他还说会让他幸福一辈子 他的甜言蜜语 终于拯救了性子支离破碎的内心 然而谎言终究有被拆穿的一天 得知哥哥不愿意跟自己结婚 性子瞬间脸色大便拿起小刀就朝他冲了过去 这一刻 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了 好在性子并没有真的下手 看到哥哥那满脸的汗珠他知道 他其实非常畏惧死亡 曾经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对未来看不到任何希望 像行尸走肉般存活于这个世界 直到遇见了彼此相互依赖 相互救赎 才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所以性子与哥哥约定 如果两人都没有想死的决心 那就像之前一样继续生活在一起 无论是不是真心喜欢对方都无所谓 男孩拿出玩具戒指戴在女孩的无名纸 那是他们幸福的契约 就在两人准备举办一场过家家婚礼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警报声 不过等警察找过来时 二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只留下了一张甜蜜的合照 此刻警方也终于知道 女孩并非被人绑架 而是自愿跟绑架犯在一起 另一边成功逃脱的二人 一路上有说有笑准备回到他们幸福的小屋 可到门口时却发现警察已经找上了门 二人吓得撒腿就跑 另一边性子母亲得知警方找到了新的线索 瞬间惶恐不安 他非常担心自己家抱女儿的事情会被警察发现 而此时无家可归的性子心情失落到了基点 在老奶奶的帮助下二人再次逃过一劫 其实第一次见到二人时 老奶奶就已经识破了性子的身份 他之所以没有拆穿二人 是因为他相信少年真的能给性子带来幸福 离开之时 善良的老奶奶还送了他们一大袋零食 毕竟现在的他们也不方便抛头露面 去超市采购食物什么的 性子主动牵住哥哥的手 这句话既是对哥哥的鼓励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活下去这三个简单的字 对于性子来说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那么两个无家可归的人 之后又将何去何从呢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感谢观看